谈起邓超,相信很多人对他并不陌生,他既是演员也是导演,除此之外,邓超还是一个老戏骨,他在影视圈已经摸爬滚打多年,有着丰富且精湛的演技。 如今41岁的邓超,有蒸蒸遇上的事业,有聪明能带,有知书党里的孙丽当妻子,更是有超级可爱的小宝贝。 其实如今的他真的是苦尽甘来,邓超和孙丽算是娱乐圈中功能的模范夫妻,不管是家庭还是工作,他们都能处理得特别好。 邓超对老婆,对孩子也是极其有耐心,也是圈内出了名的怕老婆,不过之前张艺谋曾找邓超问,我们关系这么好,下次找孙丽客串拍戏免费行不行,没想到却被邓超拒绝了,这也是让人费解。 随后,张艺谋则解释道,邓超说孙丽去拍戏,他一个人带娃有一定搞不定,上次红娃自己就先睡着了,除非我帮他带娃,他就会考虑,听到这个原因后,许多网友对此也是可笑不得,直呼太现实了。 毕竟邓超这么忙,而且自己都照顾不好,更何况是两个孩子呢,不过话说回来,假如张艺谋,以后真的要找孙丽客串,相信邓超也会支持的,毕竟身为七管颜的超哥,应该也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吧。 谢谢大家。